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队今天表示 南韩的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疫情 规模庞大又复杂 应该预期将面临更多病例 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呼吸 预计将于6月15日 正式宣布参加美国共和党的总统朱选 追随父亲老呼吸和各个小呼吸的步伐 争取2016年入主白宫 加州遭逢长达4年的严重感慨 加州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公布 加州北部和中部若干农业或其他用途的 长期水泉户限水为近40年来首建 科学家最近在加勒比海深处进行探查 结果发现一些奇特的生物 有些甚至还没有名称 这似乎意味着人类对于占地表面积 三分之二的海洋 还是有许多的未知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